这个西区的学生公寓,可能是里人,也有可能是研究生宿舍 这边这个宿舍明显看起来要大一点,至少这个阳台就很大了 有可能是这个研究生宿舍,听过研究生宿舍条件稍微好点 四人间还有独立卫育什么的,阳台也比较大 不再进步 大石头,想问你们说 里面的这个摊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也不是很经常去 然后呢 好了 不行了 太冷了 火快收不了 大龙鼠三斤 这个是西小区的浴池 然后这个就是八度 八一的 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宿舍 住了一年 八一四一六 看看 现在记得 旁边这个就是 焦子餐厅 现在不叫焦子 现在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新鸣网 新鸣网也是超市的名字 餐厅叫什么 我不太清楚 我的话 没有餐厅 以前这个餐厅叫焦子 超市叫三分四超市 大A组团 刚才在那个 这个旁边的这个超市买点东西 然后去另外一个 那边还有一个超市 比九祖团比较近 九祖团女生住 以前那个超市叫营重超市 现在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那个也是一楼市市场 二楼市超市 我感觉那边的食堂 比这边绿的都要好 所以呢 以前经常去那边那个 反正每次来烟大 都有在食堂里吃点 做人一个传统 现在三点多 不是饭点 所以开的这个窗口比较少 我就点了一个家串 我也不是很饿 因为早上吃那个 什么麻辣饭 麻辣烫 啊 太太撑的话 稀微吃一点 这个是什么 可能是肉排之类的 还行 我以前经常买家签证吃 但是他们 现在没看完 可能就在饭点的时候看 OK了 吃完就走了 现在在这个电气楼 最后一张在这儿看一看就走了 因为太冷了 受不了 有的人 有的人 在这儿堆雪了 挺有意思 拍个照的 走走走去电气楼里面 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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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听听的说 刚刚在这儿找出了 我开了 我开了 听听听听 我开了 我开了 这是政府的 哪个人 我觉得这件 都知道 这蛮特色的 开了 可能我们就LY 拆了 化石快眠掉了